聯合國世界衛生大會三週之後將會在瑞士、日萊亞召開 報名將會在9日截止 但我國至今還未收到邀請函 外交部長持續透過美國、歐盟幫忙了解狀況 維福部長蔣炳王表示 如果沒有收到邀請 可能會用2009年以前的模式在場外參加活動 聯合國世界衛生大會WHA5月23日到28日 將會在瑞士、日萊亞舉行 不過到目前為止 我國還未收到邀請函 距離報名截止時間5月9日指正一週 面對中國大陸可能是背後阻撓的重要因素 外交部表示已經主動和世界衛生組織WHO秘書處聯繫當中 並且透過美國和歐盟等其他國際友人管道了解狀況 根據了解 準衛福部長林就賢已經開始安排參加WHA行程 不過如果真的沒有收到邀請函 衛福部和外交部已經準備好備案 不排除比照過去2009年以前 沒有接獲邀請函的參與模式 我國已經連續7年受邀以觀察員身份參加WHA 今年是否能繼續受邀或者會出現變化 亦都關係著我國未來外交和兩岸的互動關係